然后这部戏其实有一个特别高频的词汇叫梦想 很多角色都有提到过 然后咱们的片名也是 梦中的那片海 我想问的是姜春生对于这个梦这片海 她是怎么理解的 姜春生是吗 我觉得 其实对于梦我自己有很多想法 但是如果你要说春生的话 我觉得梦是她的故乡 我可以这么去理解 春生 她的梦其实梦开始的地方 梦中的那片海 其实说的就北京 其实我觉得她骨子里面是有一种相酬在的 所以为什么这部剧可以让这么多人共鸣 就是她无论走得再远 她追逐她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当兵 其实都是从小在北京生长的那个环境赋予她 她的父亲赋予她 所以这个梦我认为是带着一种相酬的感觉 但如果我自己去理解梦的话 我认为这个梦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 对希望 在你不断成长的过程里面 可能大家会为这个梦想去奔赴不同的地方 然后可能会分到扬镳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还能再重聚 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个梦发源的地方 梦中的那片海的时候 其实是很有感慨的 那什么是人生不止这一片时差海 就是人生很宽广啊 人的这一辈子很宽广 你的梦想可以很远大 所以要怀抱希望跟梦想 梦是家乡是起点也是终点 那种感觉 对